我说你俩想干啥 热情服务 这好好的一个家 都快让你俩整成龙马客栈了 你把顾客都请来了 还不让我们服务啊 那你服务就服务 你要什么钱呢 拖鞋也要钱 喝水也要钱 你们怎么把洗手间 测纸都标上架呢 标了 萌头 小伙子 这是我们家最便宜的 尽情享用 不是 姐夫是这样 我一想就五毛一筹 五毛一筹 按照我平时这个量来算的话 大概是十一筹半 现在我憋会儿吧 有点用不起 那既然就不去了 那就休息吧 对 休息吧 休息 休息 来来来 请休息 来休息 休息 我这上滑出来 我可以 在这 你买 好辣 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说说 我想这个沙发也一定不会让我免费的住吧 聪明 那是不是不同的姿势又有不同的价格呢 越来越聪明了 顺芳给他打个样 葛优滩 养壳子60 哈普子80 扣斗子160 这不是我睡着沙发了吗 这不明明是沙发睡我吗 爸 二姐 你们有满没满了 表明烈 怎么跟爸说话呢 我告诉你等我二姐回 你看他怎么说 你跟你二爷说 我妈回来你好不在哪去 你们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去年我去忽伦贝尔旅游 我就是一个沙发客的身份 在他家住的 人家全家上下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好多土特产 我带回来那碗你吃了吧 老公呢 我带回来那碗你吃了吧 老公呢 拿回来那么多的奶制品 那都是老公呢 我说那碗油那么大 不是说我家的 我家的 对 老公家的 你现在反过来人家到咱家来做客 你看看你们刚才整一处一处的 有咱们家这么对待朋友的吗 你信了 你还来劲了 你有理了是吧 张嘴老公 闭嘴老公 什么朋友 都叫老公了 还是朋友吗 老公 怎么回事了 嗯 你说误会了 属我刚里明白 你肯定是误会了 是这样 我呢 我姓龚 因为长得老 他们都叫我老公 这我身份证你看看 这我身份证你看看 这是练龚吗 龚啊 有姓龚的吗 怎么没姓龚的 你还认识呢 谁呀 誰呀 关闭了 权龚吗 我明白了 对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那么你姓龚 你要喊胡子啊 嫌老 对 我女儿就管你叫老公 对 明白了 对了你没姓爹呀 要不然我就管你叫老爹了 没有 对不对兄弟 哎呀这什么辈啊这是 哎呀对不起小伙子啊 哎呀那快请坐吧 请坐请坐请 来来来来 坐呀 来来来跟你开玩笑呢 是这么回事 你看我这个一位子嘛 我在这个文化馆工作了好几十年 我还说过好几年相声的 是吗 一个人没逗乐过 今天卫兵来了 我逗你乐一回 你乐一回 叔你刚才差点没给我逗哭了 但是你问我乐没 我可乐了 哎呀老公啊 哎老公啊 哎老公啊 哎呀姐夫太别扭了 小米莉你听见没有 这么称呼是不是别扭啊 别扭 我弟啊 我爸今天这种行为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沙发客吧 是一种新鲜事物 我们都不大懂 突然家里来 这么一个大老爷们 好家伙来睡我们家沙发 我们能不担心吗 小米莉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 我爸主要担心她出危险 哎二姐夫 叔哥 你刚才说啥 爸就是担心你出危险 不对不对 就是上语 你越来越漂亮了 说啥 你越来越漂亮 你越来越漂亮了 哎呀我这个小姨子 我都爱听这个呀 你看我这个小姨子吧 他二姐不在家 我单独跟他在一块 我心里都扑腾扑腾的 因为我很正啊 我不往外里想 姐夫点我呢 我这个人也很正啊 姐夫我这么跟你说吧 最一开始啊 她到我们家的时候 也挺尴尬 是吗 我媳妇担心的 后来也好了 人姐俩出生闺蜜了 闺蜜通访了 我在我们家还沙发科 那我就行了 兄弟啊 今天来绝对不能睡沙发 你二姐不在家 走 跟我睡床 姐夫 我这人呢 睡觉毛病多 爱打把门爱翻身 翻身怕啥呀 翻身还不怕啥呀 他这块头 你那体质 他一翻身 上哪找你去 你叫不下来的 你这什么 你爸妈没在家 今天晚上 你跟我住 别别别 我这人睡觉还打呼噜呢 我这人睡觉还打呼噜呢 说啥呢 给谁话听呢 不是 你打呼噜 有能让你跟我睡一宿试试 小样我打不死你 行了 男人也不去 我出钱五星级宾馆 兄弟 对对对 姐夫 是这样啊 你看啊 我们是沙发客 沙发客沙发客 你就得睡沙发 如果给主人添麻烦呢 我们就失去意义了 这就叫沙发客的 生活态度 是 这就叫沙发客 对 这我就明白了 这独呼 这独呼 关灯 这就叫沙发客 对 这就叫沙发客 对 这就叫沙发客 是沙发客 是沙发客 是沙发客